很多时候我们在惯性里 都回应到思考里头 而忽略了我们身体或内在的感受 曾经有一位妈妈来跟我说 她说她跟她的老公发生了冲突 老公指责老婆骂 难道我休息一下都不行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叫我去洗碗呢 老婆说明明我们约好了 你就得现在去洗 在这里就起了冲突 老婆的内在里头有一些冲击吗 这个冲击是什么 能不能够先自我先觉察先看到呢 这个冲击是生气吗 是委屈吗 我在冰山对话这本书里面 有谈到几个简单的步骤 跟自己做连结 这个时候你可以这样做 拿起你的右手 把右手的拳头握起来 当成是你内在的这个感受 我们举个比方 假设这个感受是沮丧好了 你就按照这四个程序 你在你的内在里头重复的说 我看见我的沮丧 越慢越好 我承认现在的我是沮丧 我允许我的这个沮丧 在我身体里头出现存在着 最后伸出你的左手 抱住你的右手 缓慢地收回到你的胸口 然后做一个深呼吸 最后告诉自己 我愿意接纳 并且爱这个沮丧的自己 然后跟这个情绪相处一会儿 这四个S.A.G.E 它就是跟自我靠近的一个过程 它有助于摆脱你过去受到刺激 你就要回应的这个习惯 让你能够比较安稳 沉淀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